104 夜宿仁爱路 台湾高房价正所买不起 朝运号称101个共同发起团体 整栋原将于10月4日夜宿仁爱路 对抗高房价及背后的政双金权 地宝是高房价的象征 朝运选在这个黄金地段 就是呼吁政府正视不合理的高房价问题 居住的人权是一个任何的国民的一个基本权利 那既然是基本权利的话 国家就一定有责任 这是我们朝运最需要强调的 就是说人民的居住问题 台湾的高房价 当然是国家的责任 当然是政府要负责任 这是我们不断要强调的 而不是把所有的居住问题 推给赵腾雄来解决 把所有的居住问题 推给老百姓自己想办法 储蓄工作当房奴来解决 这个是我们朝运最想强调的事情 这一次的活动不仅动员了100多个团体 其中还有许多青年代表 人民的居住正义一直被国家各种经济发展 都市更新的此早完美的包装 但这些政策的背后 却造就了更多的无颗蝸牛 当面对弱势族群 需要国家出来面对帮忙的时候 他们总是以预算有限资源有限一再的搪塞 新加坡政府它强制规定 它的国土15% 才能够去作为财团的使用 85%的土地是他们新加坡政府 自己必须要确保他们当地的人 是有房子可以居住的 常运表示 已经正式发公文给六都候选人 希望他们都能尽快恢复所传递的诉求 而候选人当选后 也将持续追踪关注政见是否落实 呼吁政府相关单位能够拿出魄力 解决居住公平的问题